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回来《宠爱伯伯伯》的时间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胡逸轩 今次的节目里 请到宠物美容师Vilson和我们聊聊天 你好Vilson 你好 亦都带来他的宠物 这位靓仔的猫猫 就是Bobby 你好 其实我想问一问 其实很多朋友都说 会选择养种物狗 其实养种物猫的注意事项 又在哪里呢 注意事项是 都是家里清洁方面 最好就是用清水 清瘦拖地 因为化学剂不会落到猫的身上 是的 即是他们 我刚才也听过 在机后也跟我说过 即是他们会到处睡 其实他们会不会有机会 他们会爬上去其他那些櫃里面 甚至乎可能去高一点的地方去睡 其实都会 都会的 但是最好就将一些贵重的物品 或者打得烂的东西 就摆好一点 因为始终猫都比较喜欢到处跳 是的 所以这方面要小心一点 其实猫的脾性 通常在家里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很喜欢 好像狗一样 喜欢霸地盘 这样的呢 其实猫的脾性和狗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猫比较上是 我们称为害青一点 是的 因为狗是比较大胆一点 在家里的时候猫是好一点的 性格 如果出街或者去美容的时候 就会比较害怕一点 所以要特别知道要小心 是的 我知道你从小到大 和宠物很有渊源 其实可不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 其实渊源是发生在哪里的呢 其实渊源就是 本身我爸爸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他就是一个训练 是一个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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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训练员 可以说是 我从小开始 已经接触猫猫狗狗 到我大一点的时候 更加知道去投身这个行业 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 在爸爸身上 甚至乎可能接触这个 宠物上 有一件很难忘的事情 而令你决定去进入这个行业呢 应该这样说 可以说 你将一只狗去教导它 由不懂教导到懂懂 某个动作 你会觉得你很有成功感 是的 被这种行业吸引 就是爸爸 所以你觉得 真的可以训练到他们的时候 由他们一个过程 其实大家都是在享受过程 还有爱护小动物的朋友 就像Russian一样 都是因為用了心出來 所以我愛上他們 所以就喜歡了這個行業 其實就正式踏入這個行業 到現在為止有多久的時間呢 大約我想如果我做了這行業 都有十四五年 十四五年 沒錯 最初開頭的時候 到現在的經營環境 其實轉變大不大呢 都很大 因為現在的趨勢是走向專業 因為有上網 報章有很多報道這件事 變成你要有個專業資格 現在在說這件事 去做這一行 因為以前 很老實 做這一行的人 都不是說真的在這行出身 很多人都可能說 喜歡這個行業 喜歡寵物才會轉型去做 其實所說的專業資格 其實有些什麼課程 甚至乎有些什麼地方 可以學習到這些技能 其實現在香港 都很多寵物的美容學校 他們都分所謂C牌 B牌 A牌 可以去報讀這些 或者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做這一行 你可以考慮去美國加拿大去讀這些 即是學習後回來 其實就有一個專業的執照 是的 因為我本身都是在加拿大讀的 寵物美容 回來這裡 其實在當中學到的寵物美容的一些知識 其實是學了這麼專業的知識之後 即是回到香港的時候 其實運用在上面 會不會說讀的時候 和實踐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個案 令到你也有些很難忘的經驗 其實你去讀… 譬如這樣說 你去讀書 你是讀課本的事 是的 但你出來做是實踐的事 那你讀只是學過基本 怎樣去做 但是做的時候 每一隻狗 每一隻貓 牠都不同的性格 性情 你要憑你的經驗去判斷怎樣做 每一隻狗做法都不同 是的 那現今呢 有沒有說很多朋友 其實有哪一類的人士 他喜歡帶自己的寵物去做一個寵物美容的 那我沒有說哪一類人士 就是愛貓 親自己的貓狗的主人 其實都會去帶自己的寵物 狗仔出去美容清理 而且始終我們香港人的生活節奏比較緊 即是緊張一點 那可能要上班 下班已經很累了 回到家裡 所以有時候就會交給寵物店去美容 其實寵物美容上面 有些甚麼步驟呢 跟不跟人一樣 去到美容院做Facial 其實也有的 那如果你說最基本的 那我普通的洗澡全套 我們叫做 包括剪一下腳板 手甲 那些就會先做 那做完就會 梳下毛 梳理下先洗澡 那 吹毛 那最後就 我洗乾淨了 就開始修剪了 這樣 是的 就是 貓 貓貓和狗狗 其實在美容上的分別 大致上是否差不多 大致上一樣 但是貓美容是要特別小心的 例如有些甚麼要特別注意 因為貓本身 就比較 我們稱它有些神經質 就是去到三寶地方的時候 會比較害怕 比較害怕 所以選擇去美容的寵物店 要小心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貓根本是 一個人 一個美容師是做不到的 可能是要一個人扶著它 一個人慢慢去做 也不可以強行弄它 否則很容易出事 要是貓很害怕 以後都很討厭美容 總之 令牠們有一個舒適的環境 才可以幫牠們做這個美容 應該我們這麼說 要給它安全感 給它安全感 總之 原來貓和狗狗的最大分別 就是這個分別 有沒有試過有些個案 可能最初 一開始的時候 就很怕 然後你們用了什麼方法 去令牠們舒服 乖乖地給你們 幫牠們做這個美容的服務 都有的 本來這隻貓是很害怕的 即是來到 根本 一開那個袋子 牠已經是 糊地打你 新的爪出來 新的爪出來捏你 哇 那 衝得久了 認得我們 那 現在變了 因為牠的貓認得你 所以牠的信心大了 變了牠現在乖很多了 就 給我們幫牠剪一下手甲 腳板底毛 洗澡都沒有問題 就是有這樣的個案 是因為主人 本來牠很按時地拿來洗澡 例如我兩三個月就洗一次 那些貓變成 我們一來不可以嚇一隻貓 還有有信心的貓 變得好很多 是的 有沒有說有什麼特別呢 譬如說 譬如說 牠們有哪些地方 是要加倍注意 去特別清理牠們的 譬如說 你們洗牠的時候 有些地方是很不舒服 譬如說 好像狗仔那樣 有些說要洗耳朵 其實貓貓 有需要洗耳朵嗎 其實貓和狗做的事情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即是普通基本的事情 但是貓要特別小心一點 就是接觸牠的屁股 接觸屁股 是的 因為很多貓都不太喜歡被人弄屁股 譬如說清洗牠們 要特別小心 是的 還有些貓可能怕水 可能怕風 所以要視乎每隻貓的情況 是怎樣去做 其實狗就說可以訓練牠們 其實主人在家裡的時候 都會有些什麼可以說 推薦給大家 怎樣可以弱膜 這樣訓練一下牠們 令牠們自己出到街的時候 都沒有那麼怕青 有沒有這些方法 貓就差一點 沒有一點 因為貓的性格是 比較大膽 就是大膽 我們叫牠比較細膽 牠是比較差的 所以貓是不同狗的 就是牠有些東西 是要由小孩培養回來的 就是我的小孩 我是經常抱牠的 我經常剪牠手甲 我到大了 我都不斷弄 那牠是一個習慣 習慣了的時候 牠就不怕 但如果我養隻貓 我好天都不理牠的 或者是 我只是有空 很久不久才跟牠剪一下 手甲、洗一下耳朵 那給牠 會是我都不喜歡呢 但你如果習慣了 因為成了一個習慣之後 應該會好很多 剛才你最初開頭的時候 就說到家裡的環境很重要 你跟我說 通常家裡的地板 就最好用清水去清潔 但是 OK 就是萬一 家裡的地板有些污漬 甚至乎有些特別弄髒的地方 那我都一定要用些東西去清理一下 那其實 在選擇的清潔劑方面 有沒有說一定要找一些 亦都是配合貓貓 生活環境的一些清潔劑 去適應給牠們的 其實最好用些貓、狗專用的清潔 地方的用品 因為始終牠的毒素比較輕微 輕微一點 如果有皮膚問題 就是一定要用那些化學劑 我們叫做 那最好就過多次清水 因為始終… 就是洗完的時候再過水 對 因為始終貓也好 狗也好都通屋睡的 是 對 所以有皮膚問題的貓狗 就最好減少這件事 因為始終是清水 用熱滾水或清水是沒有刺激性的 會比較好 好的… 今天大家都學到知識了 你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寵愛白文化 除菌、防媒、辟味 一枝備長炭 淨化家居沒有困難 全港唯一備長炭專門店 炭資源 謎人牽動全場 10月16日 沙田馬場 沙沙虎女銀袋人 入場人士可獲吹菜名區 耕針一個 至尊老水 響如全球 滋味鵝肝 飛升國際 潮式美食 堪清霸 廚房拿手 色香味 潮味居 訂座電話 2834-6669 小風波大控訴 串銷內容齊齊報 人氣話題有問路 單單打打 稀笑浪漫 嘉賓主持不分上下 惡搞成中熱話 吹水難劇 什麼都可以 熱爆話題 亂禁呀 每一個人都有一本書 在書裡所記載的 是一個個的傳奇故事 黃金屋不單是一個講書的節目 亦是一個講人的節目 每一集我都會請不同的嘉賓上來 跟大家講他們的經歷 講他們的人生感 逆境自強 同時也會分享一些 曾經影響他們的生命態度 和決策方向同學 黃金屋不單是講人生 而且振奮人心 每天好生活 新勢力主持 每天送上精彩生活資訊 和你品嘗各種口味 享受豐富美食 時尚服飾 即時Show給你看 潮流達人教你化美妝 換新綠 創意無限 發揮你的藝術細胞 還有藝人上來聊聊天 太宜了 繼續回來寵愛八百百的時間 我是節目主持人胡亦軒 今節的節目補充美容師和我們聊聊天 你好Vilson 你好 上一節講了很多跟貓貓狗的難忘事 甚至如何跟牠們生活的方法 以及家居的一些清潔 其實我知道你有說過 有試過訓練一些狗隻去訓練牠們 其實一些比賽的狗 訓練了出去有些外面坊間的狗隻比賽 以及自己本身在家裡養的寵物狗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訓練過出去展示的狗 是因為我們叫做Show Dog 就是鬥靚的 有些東西是要訓練牠去乖一點去做這個比賽 還有就是有些是與生俱來 我們叫牠本身是模特兒 例如有些看過是怎樣模特兒 譬如家養的狗就沒有那麼多規範 可能牠不是Show Dog的後代 可能性格各方面都不同 就是這樣 區別就是出於有時有些天生的出身 就是爸爸或者爺爺都是這樣的 還有要後天有些的培訓 最重要的是聰明都要練習的 很多東西要訓練牠們 我知道在化妝和打扮上面 其實都有分別 其實牠們的分別在於哪裏呢 分別在於我們說家養的狗先 很多主人都忙碌做事 有些甚至沒有時間跟牠梳毛 或者是打完餅一樣 打完結的毛 很多時候喜歡剷掉牠 或者是很通索夏天 就算大狗、小狗 都會有些主人喜歡剷掉牠 但是你出Show的狗 我們就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去Show一隻狗 你要有牠本身的Style 要遵守規則 所以就不同 即牠們的比賽上 是否有些不同的審味 譬如說不同狗的品種 都會有一個審味的眼光 其實都是很在乎於 你們美容師的手筆 對 因為我舉例史立沙 有史立沙的Style 比鴻也有比鴻的Style 差距很大 你要做回那種狗的形態 而去比喻 當然不是比喻那麼簡單 還要看牠的骨骼 骨骼也是要看的 對 有沒有說哪些會比較出眾 有沒有這樣算法 牠們因為比賽是 你的型是給那個評判一個 很漂亮 有一個型態 應該這樣說 還有牠們會摸牠的骨骼 是否符合那個標準 所以為之訴求 即是好像人選美一樣 譬如說選先生要很大隻 女生來說 身材比例要很出眾 原來狗仔和貓的比賽都是要這樣 沒錯 但是除了你說剛才那個 家狗和show dog show cat 去分別之外 其實很多朋友都有一個問題 即是說 牠們其實有時養的寵物 都會身上有一股寵物味道 其實這些味道的時候 有時可能說 家裡有些人都會敏感 甚至乎可能不能敏感 其實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盡量去減少 和避免牠們的體的味道 其實味道 很多時候是主人造成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第一件事就是洗澡 主人和本身自己的寵物洗澡的時候 牠吹得不乾 吹不乾 吹不乾 吹不乾的時候 就會有些細菌養了毛的底部 原來 那牠很多時候會有這種味道出來 所以一定要徹底吹乾的狗 即是底毛 因為有些狗的底毛很厚 根本是可能吹很久才吹得乾 這就是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就是耳朵發炎 或者是本身皮膚有問題 都會造成很大的味道 其實有些什麼提示 教大家 就算是沒有時間 你們找你們美容師 即是在家裡洗澡的時候 怎樣吹毛才知道是乾得徹底 即是乾透了 即是第一件事 大家都要用這個 勁一點的風筒 勁一點的風筒 還有 因為人的手 我們吹毛的時候 會乾了 我們摸不到這隻狗 是乾還是濕的 是 最好有家裡有其他人 你吹到差不多 或者覺得它乾的時候 就摸一摸一隻狗 是不是真的徹底乾了 因為你的手已經乾了 是摸不到的 所以這件事會比較好 對 對 狗狗的吹毛技巧 其實也會不會有分別 要視乎一隻貓 怕不怕風筒的聲音 即是你剛才提到的 是怕風筒的 對 所以 因為 都是那句 貓比較敏感 對這些大聲的東西 比較害怕 所以 要視乎 那隻貓 那個 怕不怕 那麼大聲的東西 因為有些貓是不怕 但有些貓 那一開風筒吸塵機 就 嘩 即是走到很遠的地方 對 有沒有建議給大家 通常要幫自己的寵物 多久洗一次涼 應該這樣說 我知道很多朋友 都會拿狗狗去看醫生 獸醫 多數會叫主人不要洗那麼拔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他們會有油脂 會沖掉 這樣對皮膚不好 但是 這一個方法 只可以外國做 香港是不行的 因為 香港是潮濕的地方 一潮濕的地方 它的毛的底部 就會讓一些細菌 就會很容易 又是臭的一個原因 所以如果 譬如 你除了一隻狗的皮膚很好 你打類得很好 經常梳毛 梳得很通透 沒有死毛 就可以很久 因為一個多兩個月洗一次 但是如果夏天來說 很多時候 狗一個星期 至十天 已經開始有臭味 因為就是天氣的問題 其實也是關乎天氣 是的 有時可能 就算它很乾淨 也好 都是因為天氣 嚴重 因為香港太濕了 香港實在太濕了 所以 不能這麼久才洗一次 對 貓就會好一點 因為貓在室內 家裡養開冷氣 就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一隻貓貓有皮膚的話 我想都要沖好皮膚問題 才可以更久一點 貓貓多數可以是兩三個月 左右沖一次 兩三個月 對 其實貓沙來說 都已經可以幫牠們簡單清理 貓沙是讓牠們去洗手間 去洗手間 對 方便 這個就不是很清楚 貓沙其實是讓牠們去廁所 我們清潔牠 因為貓貓從小到小 但去貓沙的時候 你只清潔貓沙盤就可以了 小便和大便 因為牠們會瓊一塊 你剷掉牠就可以了 其實你用貓沙 墊著底部 就一定方便牠們去廁所 對 沒錯 但清理來說 是否每天都要做 因為你也知道 有時候香港人 會忘記起來 會比較懶 我想如果你能忍受 你可以不清 但是 衛生來說 你當然是 每天都要做 好 大家聽到這些便是貼士 不過有些問題 也想請教你 比如說 有沒有不同品種的貓 或者狗來說 洗完澡之後 就算毛髮要徹底乾了 其實梳方面 梳的毛方面 是否也有不同的技巧呢 是的 是的 因為本身有些狗 是有兩股毛的 嗯 我們叫做有些底毛 有面毛 如果主人只梳過面毛 底毛就會打卡 或者死毛卡 所以有時候可以逆方位 即逆毛去拆鬆毛 然後再一層一層梳回來 再拿一把長齒的單邊梳 再檢查一下 看看自己梳得通不通透 最重要的是要慢慢來 對 可以就這樣梳過面 即是人 以為是人 梳得不同 因為他們有兩股毛 是的 那其實怎樣分 在底的毛和面的毛 其實是否有些很明顯的分別 面的毛就是沒有那麼厚 即是你摸下去是薄一點的 底的毛多數是被動物保暖用 例如像雪梟一樣 它是有兩股毛的 你只梳過面毛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拆通底 然後再梳過 再梳過面 一層一層的梳上來才可以 否則死毛會在狗裡 這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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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 好似上去刮皮膚 刮皮膚 刮皮膚 還有就是打頂 這樣的情況 現在夏天就到了 很多朋友仔都說 怕自己家裡的寵物會太熱 即是找你們美容師 幫他們看毛 其實在你們的角度來講 有沒有建議哪些狗的品種 是不需要太過剪得太短的呢 那些毛 例如短毛的狗 八哥 梳花 那些 其實也不需要剪得太甜 因為它本身都是短毛 只要主人跟它梳多一點毛 那就沒有脫不脫得那麼厲害 最主要都是護理這道 最主要都是看主人想怎樣 對 但其實很多時候主人都是 剪掉就剪掉 總之 始終用愛心之餘 都要顧一下寵物的感受 對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今次的節目 非常開心 跟Vilsen聊了這麼多 關於怎樣去護理自己的寵物 一些知識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跟Vilsen聊過 好